所以希望大家要懂这些道理 不管做什么事情 内心要清静自在 转化欲望 你们要记住这四个字 转化欲望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欲望 比方说我今天想多拿一点 我今天想多得一点 我看见人家得了 我心里难受 我一定也要多拿一点 好 那你一会儿就会撑了 就会恨了 一会儿就会难受了 因为别人比你拿得多 你看到了你很难过 如果你能转化欲望 你就觉得 我拿到的不知道比它多多少了 你拿自己好的 得到的东西来跟人家不好的比 你心里就会平衡 你总是拿自己欠缺的东西 得不到的东西 去跟人家已经得到的东西比 那你永远是在痛苦当中 所以学佛做人要知道 要离开痛苦 就是离开欲望 一个人不懂得离开欲望 那你就不能转化欲望 你就会失去生命的 智慧的绝造 绝就是感觉的绝 造就是造药 你想一想一个人如果有欲望的话 你的智慧会没有的 我要这个啊 我不开心啊 因为他得到了啊 因为谁谁谁怎么好 谁谁谁怎么不好 你整天在这种欲望当中 你会很难过 所以很多人在郁闷当中 在郁闷当中感觉自己的灵魂 我的灵魂慢慢失去了 我找不到方向了 我告诉你 找不到方向的人就会郁闷 郁闷的人就是找不到方向 忧郁症的人 你告诉我有方向吗 他不知道干什么 他整天的觉得别人在欺负他 在嫉妒他 在痛苦当中 你说他能不忧郁吗 所以一个人 如果你忧郁 你一定是在郁闷 如果你感觉自己灵魂失去了 我最近不知道做什么了 你这个人就是失去了绝照 就是智慧的绝照 因为你失去了菩萨给你的观照 那么为什么会失去菩萨对你的观照呢 因为你欲望太多 什么都要 师父告诉你们 你们要记住了 当你一旦耳朵听不见佛音了 你不想听了 你不觉得听不见了吗 眼睛被虚无假象蒙蔽 就是眼睛好像 这个很好我得到了 那个很好我得到了 实际上都是一种虚无的假象 你在单位里你做一个领导了 做一个老板了 你开心的不得了 你能做多少时间呢 你这个换来换去的呀 世界上一切都会换来换去的呀 所以一个人不要被你眼前的 好像我永远会怎么管理下去 我永远会怎么样 我永远会美丽下去 很多女孩子长出来长得蛮好看的 你永远是这个脸吗 你看看很多老妈妈的脸 现在老了 但是从她的脸上还看得出她青春的年华 她正在虚度年华 要学佛不学佛就叫虚度年华 所以听师父的话 你要领悟佛法的光芒 你要看见佛法的光芒 那就是什么 一切都是虚幻的 它会一直会延续下去 也就是说 你今天拥有的东西可以没有 但是你没有的东西以后也会有 但是这个不是求来的 也不是偷来抢来的 是你自己修心修来的 你看很多人不跟人家争什么都有了 很多人天天争 争到后来都轮不到她 你说你在一个公司里面 单位里两个人争来争去争来争去 你跑到领导面前去讲她不好 他跑到领导面前去讲她不好 最后领导说你们两个都不是东西 因为领导掌握了你们两个不好的东西 因为你讲她是事实 他讲你也是事实 最后领导就不会让你们两个上 找一个平时不讲话的 老老实实在那里 来 你做处长吧 现在听懂了吗 争斗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好处 除了给你带来精神疲劳 心灵创伤 还能带来什么 带来白头发 带来吃不好 睡不好 很多人带着希望 带着梦想来到了这个世界 也有人带着眼泪 最后带着悲伤 离开了这个说破世界 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来无常去无常 快得不得了 有什么用啊 所以就是告诉你们 在这个世界上不修行的人 你就会时常的幻想有欲望 修行的人知道欲望是空的 是假的 是没有的 但是不修行的人就会整天在想 我发财了 我中六合财了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在人间在泡沫的杳无音信当中 你可能失去了太多太多 你也可能得到了很多 但是最后一切都是消失在空气当中 这个就是空 气就像流动一样 气流过了就没有了 所以最后失去在空中 我们人到了最后不学佛 欲望达不到就很痛苦 承受着失去的痛苦 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承受过失去的痛苦 有的人失去了钱财 有的人失去了亲人 有的人失去了工作 他有的人失去你喜欢的人 爱你的人 失去了你的房子 或者失去了你的一切 你想想看是不是你有痛苦 因为他会消失的了 所以不学佛你是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你永远动着小脑筋 想着自己的事情 你永远不能为别人想 你永远不是一个 替众生考虑的好人 所以活在自己的 微尘世界当中 虚无缥缈啊 想一想你们生过病没有 我相信每个人都生过病 你们躺在院里的时候 你看着天花板上 你想过什么吗 你想过哪一天 你也是这么躺在床上 看着天花板上 你拥有了什么 你连家都没了 想一想啊 人多可怜啊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根本无法自救的 一件事情发生了 你们告诉我 你们有什么办法把自己救出来啊 你不靠菩萨 你不好好的念经 你能自救吗 最终在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得不到任何的名誉 没有地位 没有钱财 也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 更没有现在 你说一个人死的话 有没有未来 没有了吧 一个人死掉之后 有过去的吗 没有了吧 一个人死掉之后 现在还有了吗 现在有家 有钱 有房子 什么都没有了 这就是金刚经告诉你们的 过去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讲了半天有什么用啊 讲了半天你拥有什么啊 很可怜的 为了一句话难受半天 为了一件事情 我想不通 希望你们要学会啊 怎么样来改变自己 感谢观看